针对大学生是不是他们干净无案底 镜头前低头沉默 通讯航零星业务被移送地检署复训 全程不发一语 前期认定他害了一名通讯航业者 经手办了上百件无卡分歧诈欺案 因为涉犯加重诈欺罪 有勾穿共犯证人之余 复讯后向法院申请积押禁件 罚官29号深夜裁地 通讯航零星业者收押禁件 招揽学生零星业务限制住居 通讯航店长8万元交保 虽然通讯航老板被收押 但受害学生认为 放款的融资公司也很有问题 已经有学生跟这间融资公司 也是跟他们举发过他们这个行为 但融资公司后续其实没有任何动作 都还是放任他们这样 我们认为他们觉得在恶性放逮 但我们其实怀疑这间融资公司 很大几率可能也是公犯 通讯航脸书上有不少学生 拿着3C产品拍照 不但强调棉卡分歧 还会刻意标出学校名称 涵盖中部各大学国立私校都有 数量多达18间 通常业者联手业务店家 三人锁定大学生 只要签下无卡分歧合约 拍照就能拿5千 介绍他人再赚3千 让不知情的大学生 一个拉一个 导致被害人迅速暴增 多索大学的受害学生 各组织就会提高业者诈欺 针对零四业务被裁定限制住居 警方也不排除 将提起抗告 进行黄金千热文中就报道 点击辑 谢谢大家